少年得志 是财傲物 这才是众人对天才的固有看法 可是陈教授似乎不一样 从来都是这样的性格 就算这次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也依然淡定自然 这份胸怀和气度 着实让他们佩服 接下来的几天 陈阳真正地清闲了下来 陪着武静静逛街 在武智的家里吃吃喝喝 日子过得好不自责 甚至 把家中的父母也接了过来 好像已经把这件事情放住脑后 但是 外面世界却并没有忘记 反而越来越大 因为听从了他的错误建议 我们要这么多的挖掘机干什么 我们囤积了太多的空气粮食加工器 味道更好的粮食我们都吃不完 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很多人嚷嚷着要龙国赔偿 要陈阳对这个问题负责 而之前志得意满的德意志总统查理 这个时候也苦苦支撑 反对派每天过来恶心他 很多民众也站在德意志总理府前游行叫嚣 要清算他的错误决策 不过 所有真正有能力对他构成威胁 全都遭到了清洗 现在只剩下一些疯狂乱叫 虽然这些人暂时对您造不成威胁 但是假以时日逐渐积累 有朝一日可能会 查理看着外面神色冷峻地说 不可能了 他们没有这个可能了 副总统忍不住质疑道 总统先生 都到了这个时候 您还相信那个陈教授的话 相信有什么光速飞船靠近 查理一脸坚定地说 当然 当然相信 你忘记了 前段时间 我们因为相信他们 而享受到了多少荣耀和荣光 副总统再次提醒 可是 他不可能永远是对的 他也是一个人 他不可能永远是对的 这是最近被广泛认可的 不管是谁 都不可能永远是对的 而过度地迷信一个人 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至少这一次 幸运女神有没有站在他那边 查理冷言反问 你以为他带领龙国 走到这一步靠的是幸运女神吗 副总统不清楚 为什么查理会这么坚定地信任 那个从未谋面的龙国小 又是一个月过去 更多的国家 对当初的国家集体挖坑行动 表示了质疑 甚至各种阴谋论甚嚣沉上 十个月的时间 足以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些人已经开始准备 对陈阳采取措施了 不管这次能不能 对他采取措施 都要表达一种态度 人们是会秋后算账 武静静握着陈阳的手 心疼地问 心寒吗 陈阳摇了摇头 我多么希望 我是错误的呀 可是 武静静靠在陈阳的肩膀上 轻声问 那些光速科技的外星人 有重点吗 陈阳脸色有些难看的点点 有了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将会在三天之后暴露出来 你静静地美眸瞬间睁大 三天 陈阳笑了笑 随后 把他再次永不怀踪 既然什么都做不了 那我们就静静地看着吧 孙部长对着太空观测处的人说 所有的天文观测数据 必须第一时间呈送给我 他因为表现良好 已经被调整到了太空指挥 现在主要检测科医博代的情况 而在两天前 他得到了陈阳的提醒 科医博代外星人有动静 空间的引力扰动 可能是因为区率科技造成的影响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 都必须说服上面 把咱们的人送到地下城去 这是他从陈阳那里听到的砍求 他本想着带着这个消息 亲自去找上面洽谈 可是 没想到还没有来得及去 代表最高的冯历数已经找上门来了 孙部长哪里能错过这个机会 自然毫不保留地把陈阳要转达的内容 全共一次不大地转达了过去 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识 甚至搭上自己珍藏的台子和华 可是没想到 几乎没怎么说 冯历数就直接答应 会把这个消息带到 看着国内有条不紊的地下城演习工作 想到冯历数轻易配合的样子 孙部长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难道 这是上面利用陈教授演的一出苦陋技 孙部长赶紧摇了摇脑袋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但是 想到在陈教授卸任了总指挥的群历之后 他的保护措施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再次加钱 其他待遇也没有丝毫减少的迹象 不由地让之前的念头更加笃定了几分 他在时刻关注着太空的变化 而各地的地下城也在这几天纷纷打开 有些地方 组织旅游 有些组织演习 还有些甚至直接反其道而行 就是把这里当作反面典型告诉世人 不要盲错 不管这人是多大的权威 都可能会犯错误 而且可能会犯低级错误 相比于龙国闲着没事往地下城走 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废物利益 外国很多国家则直接把地下城给封了 有总统在场中演讲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 告诉子孙后代 这是我们为自己的愚蠢付出的代表 几乎所有人把这当成了一个效果 而与此同时 太阳系 刻一搏带 一块陨石 逐渐脱离了自己的固定 朝着太阳系内环逐渐而去 那陨石速度初始很慢 但随后就开始速度快速暴露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便已经消失不见 各式物理学家在这里 一定知道 那不是看不见 而是他已经超越了光速 光线甚至都碰不到飞船 也就无所谓折返被看见 欧洲航天局 今天是他们观测 刻一搏带一次外星人活动 区域第三百二十岁的时间 观测员穷斯大声咆哮了 浪费时间 这根本就是了浪费时间 什么外星文明 什么光速飞船 狗屁都没有 另一个观测员莫迪 同样大叫着嚷嚷 我讨厌这个愚蠢 而又无聊的工作 我讨厌那个龙国的毛走小 莫迪大叫着说 今天有一个游行示威 是向人类联盟请愿 要求严惩那个家伙 等工作结束 我也要加入进去 带上我 我必须自己的怒气发泄出来 我要让那个家伙付出代价 正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突然一道尖锐的风鸣声响起 那是观测系统在暴体 两人一惊 同时朝着声援处看去 只见此刻在系统上 突然多出了一行行的观测数字 而更让他们震惊地势 在星空图像上 突然多了的大大的星体 两人看着图像 声音都在颤抖 这 这是什么 一颗巨大的陨石 就这么直直地矗立那 如同一块大石头 紧紧地对在镜头上 看起来让人压抑 恐惊 琼斯惊恐万分地问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出现的 莱恩也仿佛失了神志一本 不知道 我刚刚还在检查这里的影像 没有征兆 没有任何的征兆 它就这么突然出现了 我们采用的是多态摇杆探测卫星 不可能出错 不可能出现屏蔽感应的情 除非 两人惊恐万分 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慌乱和古剧 随后一口同声的惊恐肛 光速飞起 这个猜想把两人吓得脸色苍白 差点直接晕倒在底 就在刚刚 他们还在讨论着要把那个给人类事件 提出光速科技的龙国外星人予以惩罚 怀疑那是一个最大的网 可是没想到 转眼之间 拥有光速科技的外星人 直接把一个不明物体 直接对在了他们的脸上 琼斯一脸惊慌地吼道 上报 赶快上报 可是 他们刚刚准备拿起通讯仪准备拨号通话 就听到通讯仪急促响了起来 琼斯赶紧接通 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 调整望远镜角度 马上查看太空中的隐形 我要实施数据 琼斯立刻回答道 是 组长 那 那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是太空观测员 你问我 琼斯挂断了电话 脸色却惨白如指 突然出现 他确定那是突然出现 此刻 同样的一幕出现在了多个国家当中 全世界的宇航局都猛逼了 在太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体 在联系到之前的传言 所有人都害怕了 想到最近龙国频繁地在地下城附近活动 一股良意直冲满门 重启地下城 快 重启地下城 总统先生 重启不了 我们的地下城 直接被灌上水淹没了 总统先生 我们的大门在您当初要追责龙国的时候 直接焊死 总统先生 您记错 我们的地下城项目 当初刚刚挖了的地基就被叫停 我们没有地下城 那些领导者这个时候一连举思 如丧考饼 他们没有庇护所 没有地下城 米国 自由城 大街上 此刻很热门 今天是惯例的游行示威 麦克斯是一个清醒者 是一个智者 他早就看穿了龙国的谎言 所谓的月球基地 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 地下城更是这个谎言的延续 他们肆逆地侮辱我们的至少 践踏我们的尊严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麦克斯在台上狂喊 声嘶力竭 试图用自己睿智的声音 唤醒被蒙在鼓里的誓言 显然 他成功了 他的演讲从最开始遭人唾沫 变成了现在的人人追捧 他几乎被当成了国家英雄 今天 是麦克斯最重要的演讲 他会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他的声音 他的表情已经通过直播 传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虽然打不过龙国 但是 不影响他们利用这种方式 表达自己的分子 麦克斯狂好 严成全阳 这个连毛都没整齐的家务 给我做儿子我都信息 凭什么领导全球建立月球基地 凭什么领导全球建立地下城 有过论证吗 还敢威严耸听制造外星狗 给全球造成多大的影响 让他负责 必须让他负责 负责 必须负责 整个米国广场 整个欧洲 甚至全世界这个时候 都收到了这个直播 所有人在那里跟着大吼 麦克斯看着底下的民众 看着网上的支持率 他笑了 他知道 这些不只是民企 还是金钱 权利 财富 还有他想要的一切 当所有人都在狂吼的时候 旁边的助手 也在给他汇报着最新的数据 全球已经超过十亿人 在观看直播 有些甚至在露天的广场上 这是多大的影响力 又会造成多大的轰动 麦克斯还有他的同伙 我高兴地看着这一切 可以想象 今天之后 他会成为全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然而 正在他忍不住兴奋地 畅想着自己的美好未能的时候 突然发现 刚刚正在对着自己狂热崇拜 敬佩自己敢于挑战邪恶的人 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如同被传染的一笔 全都朝着头上看去 一个个抬头 然后露出复杂的表情 诡异 好奇 陌生 惊恐 不一而足 麦克斯皱了皱眉头 什么东西竟然敢打断他的眼睛 勇果敢做出杀人猎口的事情 除非 他们想要引起全世界的功分 接着 他也缓缓地转 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然而 当他缓缓转身之后 就眼睛圆睁 如同见鬼一般 此刻 在他们头顶上方 悟悟地出现了一个灰色的 菱形的陨石状的东西 但陨石太大了 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悬停在众人的头顶 压得所有人都闯不过气来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头顶 陨石 大型的陨石 不 这是陨星 这是一颗巨大的星体 有人看着天空中的 那个巨大的菱形陨石一样的东西 眼神中带着惊喜 带着好奇 带着难以名状的情绪 正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突然巨大的电视屏幕上 开始弹出领导人讲话的视频 各位公民 我是你们的总统 我现在请求大家接受引导 有序进入地下城 各位 我想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的观测站报告 这是一颗奇怪的陨石星体 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历 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 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怀疑和龙国陈教授所所说的 掌握光速科技的外星人有关 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真相前 请大家保持冷静有序撤离 各位 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 最难以理解的外星文明 请务必重视 请务必重视 接受引导 广播中 电视上 各大主流媒体 全都在竭尽全力的宣传的 当局者的管控措施 甚至有些国家 已经强硬地派出了职访 维护秩序 强制所有人进入避难场所 但是 结果却不如人意 甚至有些地方 发生了较大的冲伏 麦克斯看到了 高高悬浮在坑中 几乎掩盖了 日光的菱形陨石 也注意到了各大媒体中 传来的关于 光速科技的外星文明的宣讲 他生气了 不要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他们已经和龙国的 恶魔教授陈阳串锋银起 想要对我们迫害 这是他极力反对的事情 也是自己影响力的基础 绝对不可以动摇 当他抬头 确认了天空中的 那个巨大的陨石 没有对他造成伤害的时候 心中更是底气十足 麦克斯再次朝着 底下的人吼叫 各位 醒醒吧 不要再被这些 当权者愚弄 他们已经串通了 那个恶魔教授 一起来欺骗恐吓我们 不要被他们的伎俩打垮 那些原本有些动摇的人 现在听到麦克斯的话 一个个表情挣扎 显然 内心也在做着权衡 麦克斯看到这些人如此 心中狂喜 还有救 只要再加把火 就还有救 不要再相信他们的鬼话 天上的那个东西 不过是一种空间投影 是一种简单的图像运用 否则 我们的航天局 为什么之前没有一点通报 这不科学 只能说明这是一个骗局 一个漏洞百出 而又演技拙劣的骗局 麦克斯高喊 醒醒吧 各位 不要再被他们愚弄 让那个恶魔陈阳教授 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让他为我们所有人 跪下赔罪 听到他极具煽动性的后 现场众人再次变得狂热了起来 似乎再次醒悟 一个个如同醍醐灌 好像想通了所有的关系 眼神中再次充满了愤怒 麦克斯握着拳头 眼睛赤红的咆哮 显然 我们是聪明的 最智的 大多数人已经清醒 就让我们用最后的那 唤醒最后的人吧 那嘶吼的声音 极具感染力的手势 让所有人不自觉地 想要相信他说的话 麦克斯眼看着时机成熟 脸上带着疯狂 用手摇指着天空中的隐形 摆出一个自认为最帅的姿势 随后 一脸挑衅地对着他狂吼 要么现在弄死我 要么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有我在 你休想欺骗所有人 你这个恶魔骗子 我会找到你 然后给你最大的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惊恐地发现 自己整个人开始慢慢地脱离地面 慢慢地朝着天上的那块陨石飞去 不但是他 他周围的人 也仿佛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引力意外 朝着天空中的陨石方向飞去 如同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玄武 在吞噬着地面上面 而且 速度越来越快 高度越来越高 刚刚还在疯狂的麦克斯 这个时候终于害怕 手臂在那里不停地挥舞 口中更是无助惊喜地大叫 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求助无效 麦克斯开始鼓拒 因为鼓拒而奋勒 对着空中的陨石大声咒骂 是谁 有种站出来 可惜无效 没有任何动静 他依然在朝着陨石方向飘 已经距离地面足足二三十米 可上升的趋势依然没有捡火 还在加速 麦克斯哭了 求求你放过我 快放过我 他吓得胡乱地蹬着四指 想要挣脱那种力量 可惜 没有一点用处 找陈教授 快找龙国陈教授 他有办法 他一定有办法 快啊 麦克斯这一刻 认输了 外星人 一定是外星人 可惜 没有用 没有人能帮得上他 因为其他人也和他有了 此刻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拖拽着超空中飞去 救命 救命 谁来救救我们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那些被拖拽到空中的人 在痛苦地哭哗 声音凄惨而又尖利 充满了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 你们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 有外星科技 请龙国救救我们 请陈教授救救我们 那些人在求救 地面上的直播设备 清晰地直播下了 这个恐怖而又诡异的过程 所有人都汗毛到手 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寒意 还不等那股寒意退去 就看到最先对着 陨石挑衅的那个麦克斯 此刻已经升到了 几百米的高处 看起来如同蚂蚁大小 如果不是录像设备的 自动变焦 几乎看不到他 此刻的他 已经炼如死灰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得意 和意气风策 眼神中满是惊恐 呆呆地看着前方 如同一只被打得 半死不活的老鼠 所有人静静地看着 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更不知道那个陨石 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处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很快 整个空中密密麻麻的 都是人影 录像设备一旦调成远焦 整个图像便迅速 被密集的人影占满 到处都是人 无计其数 不但有那些专门听 麦克斯演讲 就连周围的居民 工作人员 玩味工人 故事医生 病人孩童 此刻全都悬浮在那里 看起来诡异而又恐怖 终于 那陨石的吸引力 似乎达到了极限 接着 就看到最开始 被抓拽起来的麦克斯 这个时候如同石块一般 从高高的空中掉落下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快到如果不是录像设备 自动启用了高真慢号模式 人们甚至都看不清他的脸 虽然没在现场 却似乎听到了 物体坠落的声响 接着 就看到了之前意气风发 指点江山的麦克斯 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 摔成了一滩肉鱼 随着麦克斯从天上掉落 仿佛触发了某种开关一般 那些刚刚被吸到天上去的 陆陆续续地从天上掉落下来 一个个人从高空自然落地 重重地摔落下来 有男有女 有穷有富 有老人有 有高官有流浪汉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差别消失了 他们都只是人 只是一团从高空掉下来的肉 落到地上之后 变成了一滩肉鱼 给整个世界 带来一场极致的视觉口 一个个人影从天而降 重重地摔落下来 有些摔在花坛里 有些摔在了马路上 还有些摔在了楼顶的塔尖上 无论平复会计 无论老幼美丑 整个自由城都放火 变成了人间地狱 所有人通过网络直播 也睁睁地看到了这一滩肉鱼 有些人吓得直接晕绝过去 还有人怒砸电视 口中嚷嚷着是电脑病 有人恶搞 但大多数人都被吓出了心理路 快去找龙国陈教授 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多的呼喊 等到那些人落下 一切恢复平静 整个自由城都仿佛变成了血红色 半个小时后 米国空中紧急救援队出现在自由城上 救援队人员想要从这些人当中找到幸存者 可惜却失败了 如此高的地方 即使落入水中 也和砸在水泥地面上没有任何距离 极少数因为脚不好 能够落入水中的 也淹死了 只有更少一部分 漂浮在水面上 发现的时候有呼吸 当救援人员把他们吊起来打时候 却发现没有任何意识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 救援一天后 所有人都绝望了 两千万人 整整两千万人 全部死亡 米国总统肯尼蒂命令对空中的陨石发动攻击 可惜 所有的武器在刚刚发送了发射命令 还没有离开发射井的时候 直接爆炸 一连三次都是这样的结果 生生炸掉了三个米国军事基地 肯尼蒂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满脸苍白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有秘书跑过来 对着总统肯尼蒂说 总统先生 发现求救信号 肯尼蒂等人才从沉痛中惊醒 肯尼蒂对着身边的众人吼道 快 实施救援 马上实施救援 一个小时候 总统肯尼蒂收到了回复 他们都是从深井中处 很多人都是在地下作业 所以才幸远疑难 国卿对着总统肯尼蒂说道 地下作业 肯尼蒂如遭雷击 他口中不惊难难 难道 难道地下城真的可以预防外星人攻击 肯尼蒂口中大叫 快 赶快接通龙国 赶快接通龙国 总统先生 打不通 他们似乎暂时关闭了专线通讯 肯尼蒂暴跳如雷 哈 有没有人能联系龙国陈教授 我们直接找他 可他是龙国的手席 我们肯尼蒂咆哮的 都什么时候 你还在关注这里 是不是非要让外星人 把你从上千米高空扔下 你猜胆突破场里 旁边的众人也就沉默了 随后 开始和龙国陈教授联系 但是很可惜 联系不上 这时秘书走过来会讨 他把巨型电视打开说 总统先生 您看这个 随后就听到希丽蒂的叫声 屏幕中 隐隐看到一个个人影 被垂掉在里 缓缓朝着空中拉扯 希丽蒂呼喊声 惊鼓呼咒声 绝望的吐骂声交织在一起 仿佛组成了一副人间猎狱 等到肯尼蒂仔细看过才发现 那些分屏的画面 竟然不是一个地方的 他们的穿着风格不一样 后骂的腔调也不 肯尼蒂痛苦地问 这 这些不是同一个地方的 不是 这是英吉利的伦敦 这是法兰西的爬里 这个是戴鼠国的新鸣 还有一国的罗马 一共十几个地方 每一个都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然而此刻都变成了一天练习 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们怎么没事 总统肯尼蒂很快发现了不久 在其他地方都在海角 这个地方却一片寂寂 什么都没有 旁边 一个内阁人员一脸神秘的声 总统先生 这里是龙国的魔独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魔独结界 挡住了这一切 国卿在旁边愤愤不已 狗屁的魔独结界 领馆的人昨天告诉我 他们被邀请参加地下城游览 到现在还没出来 我怀疑是他们进入了龙国的地下城之中 龙国地下城 众人再次一阵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龙国这几天一直都在地下城附近 保各种各样的游户 难道 他们一早就已经预测到了外星人到了 预测到了 这场灾难 总统肯尼蒂对着旁边的人咆哮道 地下城 我们的地下城吗 总统先生 我们的地下城很多都已经被打 很多之前预备的物资和设备 也被抢劫一空 现在 就算我们完全躲避到地下城之中 也还是会因为没有养情 没有水 没有食物 没有其他生存必须的物资和设备而死亡 Fuck 听到手下的话 肯尼蒂气得浑身颤抖 发型都乱了 混蛋 混账 好不容易花大价钱修建建造的地下城 是我们自己的地下城 为什么要破坏掉 为什么 他痛心疾首 可是 却没有任何办法 国卿对着总统询问 现在我们怎么办 自由城上面的允星 已经撤离到了其他城市 因为自由城的恐怖事件 那允星所在的城市 也已经发生了暴乱 很多人都在逃亡 这次的情况 比上次那些外星人造成的死亡诅咒还要严重 总统肯尼蒂气得难看 语气中满是暴露 不过 随后还是抢迫自己曾经下来 深吸一口气 对着外交大使再次了 龙国怎么样 有没有回复 暂时没有 他们好像已经彻底从蓝星上消失了 肯尼蒂迪迫切的命 联系 继续联系 同时 联系我们在龙国的所有人员 一旦取得联系 立刻报给我 现在 能够拯救我们的 只有龙国 正在这时 有秘书从外面走进来汇报 米国 法兰西 英吉利等国全都在寻求和明通话 您是否要接通 肯尼蒂怒弄 一群废物 要他们何用 只会给我们拖后腿 他们自己都保护不了 难道还指望他们帮我们行忙吗 秘书问 那我回绝了他们 肯尼蒂略微思索的骗子 算了 给我接过来吧 看看他们想要说什么 三分钟之后 这些国家利用之前的联盟系统 再次建立了联系 但是和之前的每次会议 都要定下一个共同敌人 集中火力共同打击不统 这次 他们是为了抱团取暖 活下来 通讯接通之后 加国总统一如知己 把米国当爹 立刻对着米国总统 肯尼蒂开门见山地求助了 肯尼蒂先生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我们也需要您的帮助 我们已经损失了悉尼 一天之间死亡一千五百万年 我们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现在 那颗死神之心 再次悬停在了我们的其他城市 已经引起了很大的慌乱 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求您一定要想想办 救救我们 代数国井随其后 我们也是 我们死亡了八百万人 不能再死人了 还有我们 我们也需要 肯尼蒂透过屏幕看到这些 一个个故意出现在自己面前 装可怜的混蛋 恨不得一巴掌 把他们全部扇飞 你们难道眼瞎吗 没有看到我们自由城 一天之间死亡了两千万人 如果我们有办法 难道会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去死吗 蠢货 一群蠢货 肯尼蒂看着那些所谓的盟友 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我知道米国为什么衰败 被你们拖的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蠢货盟友 所以米国才会一直在衰败 肯尼蒂大骂 我们都这样了 还想从我们身上吸血 你们这些吸血鬼 恨心虫 正在连线的众人 本来想着从米国好歹弄定 没想到不但弄不到 还遭到了一通臭骂 这能忍 当即开始反击回怼 我们蠢 你又多聪明 你们米国又多聪明 如果不是你们在后面煽风点火 不是你们在没事找事 我们怎么可能和龙国交恨 怎么可能到现在 还没有见好属于我们自己的地下 代鼠国总统对着肯尼蒂怒骂道 法克尤 拉近米国 有什么资格抱怨我们 你就是最大的垃圾 死去吧 旁边的英吉利 法兰西 帝博 加伯等之前米国的盟友 全都对着肯尼蒂怒骂 很快 会谈结束了 除了彼此骂傻逼 惹了一肚子的火气之外 没有任何的收获 国卿对着肯尼蒂问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 欧洲至少还有很多个国家 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都可以相互依靠 抱团取暖 可是米国不一样 除了莫国和加国 没有任何的盟友 莫国肯定指望不上 加国也惹加 想要找个商量的人手都没有 肯尼蒂对着国卿说 联系隆国 利用一切手段联系隆国 现在能够拯救全世界的只有隆国 而同样的一幕 发生在了其他国家 之前让所有人都嘲笑的得意志 这一次再次成为了所有国家都羡慕的对象 德意志的地下城数量 是除了隆国之外最多 再加上之前保存下来的一些地下 让他们拥有不够的空间 而且之前紧随隆国 储存了大量的食物和水 还有生存必备的资源 所以他们是在面对外星文明时 反应最快 是最小的 因为有大量的空间 所以旁边的法兰西的国家 直接买下了不少的空间 德意志因此还大赚了一点 着实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而那些原本嘲讽德意志总统塔利的 还有质疑他的 现在都被狠狠地打脸 而至于那些企图利用名义来推翻他的人 更是直接被他用雷霆手段给消灭得干干净净 连块骨头扎都不剩下 查理通过特殊信道与龙国保持着联系 特使先生 难道我们只能这么躲藏着 不能做出任何反击吗 反击 你觉得拿我们的科技去和拥有光速科技的人去应典 是英勇还是愚蠢 查理脸上满是担忧 可他们万一想要把人类彻底消灭走 他不知道那些隐星是干什么 但是 每次隐星出现 若是他们再来到地面抓 那岂不是连最后一点侥幸都没有 不会的 不会消灭我们的 查理有些疑惑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要持续收割 查理感觉自己几倍深寒 什么 持续收割 随后 他语气颤抖地对着梁辉再次问道 你的意思是 他们还会再次过来 有这个可能 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梁辉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可是还不等他质疑 梁辉已经给出了让他彻底闭嘴的依据 这些都是陈教授说的 我不知道他哪里得出的结论 但是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查理脸色难看 如果是陈教授说的 那就铁定没有问题了 难道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吗 梁辉淡淡的 做不了 也不需要做 只需要躲藏在地下城之中就好 等过了这段时间 他们自然会退走 可 查理愤怒而又不甘地说 可若他们不走怎么办 若是他们直接来到地面 我们该如何 难道要永远待在地下生活吗 如果他们敢来到地面 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彻底地留在蓝星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梁辉的那边传来 查理心中一喜 是陈教授 陈教授 查理起身给陈阳打招 对这个就是 他打心眼里敬服 陈阳点头致意 最后说道 不必悲观 他们很快就要离开了 我们这片区域根本冲不住 他们这样折腾 如果再不走 就会彻底留下来 至于下来抓人 他们没有这个本事 做不到 查理听到陈阳的话之后 神色轻松了不省 好 我们继续等待 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随后 他再次对着陈阳询问 陈教授 我们要不要组织救援 把那些上没有死亡的人救治过来 作为得意志的总体 他感觉这个时候 问出这么傻逼的问题有点优秘 可是他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 国内的那帮傻逼圣母 正在自发组织救援 想要把那些没有 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摔死无所 陈阳沉默了片刻 随后声音低沉的死 不用了 那些人在升到空中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不管他们有没有被扔下 都不会再有生还的可能 就如同被人嚼过的干枝 无论是否吐出 里面都已经没有止水 来了吧 或许那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即使被救下来 也没有生还的可能 来了吧 这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陈阳的话冰冷得如同南极的寒冰 让所有人都表情难看到极致 查理声音有些颤抖 陈教授 我们 难道真的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可是这么多活生生的人了 陈阳叹息一声 不是我不救他们 而是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些外星人太狠了 你们查看一下影像 那些人在没有落下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意识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这就是他们那些外星人 来到这里的目的 而之所以没有对我们赶尽杀绝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想要把这里 当成他们的天然目的 等着以后我们的人口 再次繁衍起来之后 再次收割 陈阳的话 如同一记中锤 狠狠地敲击在所有人的心口 查理还是忍不住说 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死了 陈阳摇摇头说 如果你有好的办法 也告诉我们一下 对了 如果按照龙国的地下城的 设计方案建造 可以完全抵消他们的消极影响 彻底摆脱他们的牵引力 很好地保护自己 据我们目前所统计的数字 整个龙国除了极个别 因为特殊原因 没有进入地下城的人之外 没有任何一人遭遇不测 而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检测系统 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那些外星人 在龙国上空设定的生命收割机 没有收割到一点东西 听到陈阳的话 龙国众人全都庆幸 幸亏之前完全按照 陈教授的设计方案执行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而德意志的总统查理 也同样庆幸万分 纵然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但是 他坚持下来了 现在 也成为整个蓝星极少数 能够保全国民 不受外星人侵害的国家 如果不出意外 自己将会比肩 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人 成为历史的标杆 知道 之前有些国家 虽然跟风进行了地下城的建造 但是 因为受到一些思潮的引起 要么直接停工 要么封禁 地下城成为了烂尾工程 以至于现在想要躲避到其中都做不到 我们会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重启地下城 同时 尽可能地建造新的地下城 尽可能地保护蓝星上的其他国家和种族人口 听到查理 陈阳郑重地点了点 你说得不错 这次人类面临的危机前所未有 人类必须联合起 否则 将会被外星种族彻底终结 陈阳接着又说 放心 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之前是因为摸不清降临的光速科技文明的通讯性 怕贸然地使用工讯会导致自身暴力 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就选择了进入 现在看来 这种担心有点多余 我们也会和世界各地的幸存者联系 让他们究竟进入地下坑道之间 即使没有地下城 相信凭借着之前留下的一些建筑 也能够保存大量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里 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中 凡是陨星所在的城市 仿佛都成了死亡之都 所有人都在争抢着逃离 是 有限的路径再加上无序的逃离 再加上物资紧张 引发了踩踏等二次伤害事件 除了太空联盟的几个国家 全都陷入了逃亡中 刚开始 如同弥伯的自由城里 整个城市的人口瞬息之间死亡殆寂 后来 随着逃亡 随着龙国的地下城防御策略的功 很多地下设施也被利用了几年 伤亡虽然依然很大 但是 至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能够通过有效的自保措施生存下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 整个蓝星的地面上 几乎已经空无一人 有的话 也只是死人 很多动物跑了出来 占据了街道或者大牢 一副漠视的场景 如此的场景一直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 天空中的那巨大的陨石一般的东西 终于开始发出蓝色光芒 最后 慢慢地升高 慢慢地变小 直到消失不见 孙部长忍不住询问陈阳 走了吗 那些外星人是不是走了 一直半个月的时间观测不到那些外星人 有些人已经开始在怀疑 是不是那些外星人已经撤离了 陈阳说 再等等吧 他们玩得起 我们却输不起 一旦再杀个回马枪 到时候 所有出去的人 全部都要死亡 人类的时间很紧张 可是 并没有紧张到连这几十天的时间也等不了 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所有人都在痛苦的煎熬中 度过了这漫长的三十天 孙部长对着陈阳问 陈教授 我们已经通过太空卫星 还有地面的探测数据 并未探测到外星人的痕迹 是不是可以出去看看 在地下城之中 已经生存了整整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之中 从最初的好奇 再到无聊 现在已经变成了厌恶 人类天生喜欢亲近自然 渴望阳光 现在整天如同地鼠一般 在地底下生活 让他们难受至极 如果能够脱离地下城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 陈阳态度坚决地否定 不行 虽然我们没有查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 我们的引力波动探测器 也同样没有查看到他们离开的信息 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在等等 还是那句话 我们输不起 孙部长点头答应 好 那就听力 再等等 随后 也把孙部长的意见传达给了其他人 梁辉也利用现有的通讯 把这件事情传达给了其他的国家的伙伴 三天后 把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的事情发生 原本空空如也的天空间 忽然多出了一个巨大的陨石 正是之前在所有人类探测器之中 消失了的外星人陨星 孙部长有些后怕的事 狡猾 太狡猾了 这些混蛋 竟然还和我们躲猫猫 如果当初真的贸然出来了 现在是不是也被他们给一网打尽 这些家伙 之前绝对躲在了暗中 就等人类出来 然后他们趁机收割 想要逃跑都没有任何的可 收割者文明去而复返 让所有人都清楚地认清了一个事实 对方是一个文明 是一个比他们更加聪明 更加狡猾的文明 如果胆敢掉以轻心 就会被他们吃得渣都不胜 蛇服 火藏 有些地方哪怕已经没有了粮食 没有了饮食 可还是在苦苦支撑 他们知道 没有生活用品 还可以再抗一抗 可若是出去 怕连一点生存的希望都都没有 如此 再次过去了半个月 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的时候 观测站的同事突然跑过来 陈教授 我们这里接到了外星人发送的信号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围得上来 随后 就看到在中央屏幕上 外星人的信号显现出来 蓝星文明 那好 我们是博系文明 当心认识你们 请不用鼓光 不要畏惧 我们是救赎者文明 我们拥有强大的科技 拥有丰富的资源 可以为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所认定的兄弟文明 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因为你们这里将会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 届时 所有的生灵都将会毁灭 我们不愿意这样的悲剧发生 所以 不与你们商议和沟通 替你们擅自做了决定 将你们的大多数人引渡而去 还请你们不用误会 限于时间 这次我们只能带走这么多 如果你们能够在这次的灾难中幸存下来 或许 我们还有机会再次见面 届时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信息很短 甚至用的都不是宇宙通用语言 而是龙国语言 旁边 许世强一脸愤怒地咆哮 混蛋 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竟然还说是为了我们好 还有比他们更不要脸的强盗吗 有人半信半疑地说 有没有可能 他们真的有某种能力 可以提取我们的意识 让我们脱离肉体 重新生存 许世强再次大骂道 这种鬼话你也信 你怎么这么幼稚 真以为这个世界上有就是主 陈阳说 许将军说得不错 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大发死悲 五度众生 就该知道 仅仅是把我们的人掳走 根本养不活 人类不可能脱离蓝星环境而独立足够 没有动植物 没有生态系统 如何生存 旁边一个科学家忍不住再次问 那他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许世强再次毫不客气 为了他们的下次的收歌 为了试探我们的愚蠢程度 听到这了 刚刚那个科学家脸色一笔 仿佛被人抽了一巴掌 陈阳握着拳头再次说 不管他们说什么鬼 我们都不能忘记 他们杀了咱们几十亿的人口 而他们还打算下次再来读杀 这是不公待天的种族仇恨 佛西文明 我们必须清晰地记得他们 其他人也同样一份填膺 很显然 强盗的逻辑惊人的一致 旁边 有人声音中明显带着恐惧 对着陈阳问道 那怎么怎么办 陈阳压抑着怒气 低声嘶吼道 除了奋力发展 别无他法 对方拥有光速科技 我们也必须拥有光速科技 对方拥有空间科技 我们也必须拥有空间科技 对方拥有时间科技 我们也必须拥有时间科技 总之 弱肉强食的规则 同样适用于宇宙中 哪怕我们是素质主义者 不会去扑杀其他的文明 但是 我们也不能是带宰的羔羊 任凭其他文明随意的欺负 旁边的众人重重地点头 三天后 陈阳通过对观测数据的计算 和模拟整理 观察到了在科医博代 再次形成了一条光速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对着陈阳提醒 他们离开了太阳系 朝着半人马坐而去了 陈阳有些不放心的问 全部离开了吗 没有留下什么棋子 或者监控设备 暂时没有发现 不过宿主不必担心 纵然留下监测设备 也应该是在太阳系的外缘位置 科医博代以后不适合 陈阳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看来是可以出去了 这时 系统又提醒说根据探测结果 可以继续正常活动 但是 我需要提醒宿主 距离星际掠食者到达已经很近了 宿主需要尽快完成科技升级 如果真的拖到了星际掠食者靠近 到时候 一点生还的可能都没有 而且 不但星际掠食者 还有因为星际掠食者 移民迁徙的其他种族的冲击 如果宿主不够强大 会被这些脱离了母星的流亡文明 瓜分的干干净净 那个时候 下场未必比那些 被摩西文明掠走的人类强多少 陈阳眉头紧皱 有我在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随后 他已经 从系统的话语中听出了言外之意 你的意思是 那些人是被摩西文明给掠走了 并没有彻底死亡 是的 如果只是想要死亡 拥有光速科技的文明 只需要轻轻动动手指 就可以把蓝星彻底毁灭 陈阳赶紧追问 如何掠走 为什么掠走 抱歉 暂时无法回答宿主这个问题 宿主只需要知道 因为宇宙疏散令的组织 很多文明已经被迫迁徙 有能力迁徙的文明 最差的也是蓝星文明的科技实力 其他的可能实力更高 如果宿主不能提升科技 结果可想而知 陈阳听到系统狡猾的转移话题是回答 知道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他不能回答 或者不方便回答的内容 也就不再追问 你说的对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紫快的提升科技 发展自己 绝不能让狗屁的 魔系文明掳掠事件再次得适 陈阳握着拳 脸上满是怒气 这不但是整个人类 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巨大区乏 全世界八十亿人 竟然束手楼策 任由那些外星怪物自由掳掠 耻辱 巨大的耻辱 陈阳咬牙丁 魔系文明 光速科技 陈阳悠悠地说 那个拥有光速科技的外星人 弯弹间炸狡猾 不会给咱们再次设下陷阱了 等咱们出去的时候 再来一个回马枪 陈阳情绪低沉地说 不会 确认已经离开了 而且 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出息 我们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发展 陈教授 您看我们要不要再等等 毕竟他们 陈阳没好气地怒吼了 我说过了 他们已经走了 没必要走 你要是想等 就等在这里 旁边那些本来想劝说的人 这个时候都吓得禁若寒尘 不敢再说话 之前有人不信陈教授的话 结果吃了大亏 甚至 直接在这次的外星人降临事件 直接亡国灭种 这样的背景下 谁敢不听 不过 考虑到那些外星人狡猾 之前有趣而复反的情况发生 所以 被吓怕了的众人 现在也都下意识地认为 这是对方的计策 但是 看到陈教授如此 也就放下原有的担忧 是的 跟着陈教授办事 重大的决策性事件 他们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也思考不出什么东西 认认真真的听着就好 接着 一条条指令从上面发了出来 迅速延伸到龙国的各个角落 因为龙国的人口密度大 尤其是一些大型城市 动辄几千万人 这样的人口规模 待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城空间里 纵然之前已经尽可能地建造的时候 保证每个人的活动空间 但也仅仅是尽可能地保证而已 很多人拥挤在一块 吃喝拉撒睡都拥挤在一起 苦不堪言 听说外星人已经撤离 他们可以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一个个兴奋异常 为这么短能够出去感到清醒 下次再也不来这块地方 太折磨人了 简直快把我憋死了 我看也没什么动静 硬生生让咱们在里面闷了这么久 我快闷出病来了 下次谁再让我进去 我给谁急 听说这个地下城是陈教授搞出来的 谁搞出来的也不行 好好的太空项目不够 竟在这里瞎扯淡 被闷在地下城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人都闷出了一肚子的火气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交涉营液的物质保障 很多人一肚子牢骚 还没有出地下城就开始在那里躺槽 有人刚刚出了地下城 就立刻打开自己的手机网络 和朋友打招 相约一起吃吃喝喝 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可真好 真搞不懂 当初怎么就听他们呢 老老实实地走进去了呢 看看 我们的家园也没有遭到任何的破坏吗 我看这个陈教授 持有八九脑子坏掉了 很多人一肚子的火气无处关心 直接把账寄到了陈阳的头上 很多人甚至和之前 想要对他追走 但是 当他们打开网络 连通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被吓到了 互联网上 外部世界中 很多网页直接瘫痪了 更新日期还是一个月之前 还有一些 侥幸没有瘫痪的 却是圣人的黑白色 如同无声的丧脸 有人给外国好友发送信息 却发现 根本没有人回复 当他们开始惊疑 外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发现很多知名媒体的网站上 也都放满了辅稿 美国自由城死亡2112万人 华福死亡672万人 英安纳州死亡1284万人 英吉利伦根城死亡783万人 袋鼠国悉尼城死亡345万人 这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如同一记忌中锤 狠狠地敲击在众人的心 谣言 肯定是谣言 这谣言简直太离 死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呢 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 很多人第一印象是不幸 他们把这当成了恶作剧 当成了某些人的谎言 可是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 开始在网上自发地组织默哀的时候 自发地组织祭奠的时候 大多数龙国人才反应过来 这 这难道是真的 真的有外星人入侵了蓝星 被蓝星上的人发动了攻击 有知道内情的人 看到普通人的反应之后 忍不住气愤地说 到了这个时候 难道你们还在质疑吗 看来是把你们保护得太好 为了地下城 为了每个人都能够躲过这场好战 龙国不懈一切代价建造了地下城 当初 为了保护龙国不被外星人侵害 龙国首席科学家陈阳教授 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一力推动了地下城项目的顺利实施 也保护了几乎所有的龙国人 是的 我也听说了 当初有人嫌地下城项目耽误声 嫌弃陈阳教授小题大作 威严所听 甚至直接撤下了陈教授的总指挥职务 可现在证明陈教授是对的 陈教授的决策是对的 如果不是陈教授力排众议的评下 如火如足的月球效果 现在龙国的下场和整个印国一样 实不存一 最开始那些抱怨的民众 看到外国人因为外星入侵 死亡大阪之后 那所有的怨气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感激 感激国家 感激龙国的科学家为他们做的一切 有人丝毫不吝赞美之词 在那里激动的时候 这样的科学家 我们应该给他道歉 应该拿掉他身上的所有的不公平待遇 这样的科学家 才是龙国的几人 才是龙国的希望 相比于民间的简单直接 官方的处理则显得为妄 孙部长对外进行公开宣布 重新恢复陈教授先前的所有职务 月球基地 火星基地的项目建造 以陈教授为总指挥 继续由陈教授领导整个项目继续去推进 同时 鉴于陈阳教授在本次巨大灾难中的准去年 即使科学的措施 让龙国性命疑难 特授与龙国英雄称号 在孙部长宣讲完毕 旁边掌声如雷 而孙部长等人 手里捧着一个金灿灿的龙辉 送到了陈阳的面前 陈教授 这段时间 让您受委屈了 梁辉也在旁边说 本来上面想要亲自给您授予 但是 您也知道 发生了大变局 国际形势复杂 所以 就让我们来待发 现在 他已经升职了 全权负责外事事务 更加忙碌了 但即使如此 还是亲自来到了这里 和孙部长 林主任 许世强他们一起 给陈阳颁发了奖章 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这一次 如果不是陈教授提前示警 提前准备了地下城 以龙国的人口体验 他将会成为全世界最惨的国家 陈阳感激地说 没事 没什么委屈吧 我还应该感谢上面 在那种情况下 依然支持我的计划 也支持我的项目 愿意和我一条道走道黑 这是他的真心话 如果上面一心 只想要经济或者 只是浩大喜功 只想要建设月球基地 名流青史 就算自己的计划再完美 也还是于事无比 而且 到后来 连那些科学家 都已经信念不再坚定 那个时候 上面依然坚定地支持自己 站在自己这一边 这种信任比什么都贵重 孙部长问 陈教授 你有没有时间 外面来了国内外的记者 都想要对您进行采访 让民众看看 拯救他们的英雄 长什么样子 陈阳摇摇头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这边手头上 还有很多事要做 再说 之前也采访过 这次就不用露面了 正在陈阳推辞的时候 旁边的武静静 从旁边走过来 走到陈阳面前 而语了几句 陈阳无奈 只能默默接受了 随后 就在提前准备好的会议室中 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 龙国记者激动万分 一个个的目光和镜头 都没有从陈阳的身上 离开过 尤其是一些女记者 看到陈阳如此年轻 如此帅气 一个美目升光 甚至有意无意地 做一些小动作 想要引起陈阳的注意 可惜 注定是徒劳无功 一个敏搏的记者 眼睛视红地对着陈阳志 陈教授 您当初既然已经 算出了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们 为什么没有提醒全世界 如果提醒的话 可能我们的人 就不必死这么多 整个现场都安静了下 有现场保安 想要把这个明显 找事的记者查出去 可是 却被陈阳给用手阻止了 这位女士 还有在场的各位 我知道各位的国家 遭了大难 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我对此很遗憾 遗憾自己没有能力 去阻止这一场灾难 没有能力去拯救更多的人 我很抱歉 陈阳神色严肃而又凝重 对着在场中 人深深地聚了一步 明映有些怒气地记住 想不到陈阳会道歉 陈阳对着镜头说 我们虽然肤色不同 虽然语言不同 但是 都是人类 都是同胞 如果有能力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地 去帮助所有人 但是 很可惜 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你刚才说的 我为什么不提醒 实际上 我提醒了的 而且 是通过国家层面 去做的提醒 各位是否还记得 各国的地下城工程 是否还记得 最初地下城建造的 各种大型机械设备 还有各种供水设备 通风设备 食物系统等等 那就是我们提醒的结果 我们告知了 几乎所有国家的高层 并向他们展示了 我们分析得到的光速文字 最初他们是认可 所以才有了 最初的各国兴建地下城 如果真的各国兴建了地下城 或许结果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但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广 后面的事情 你们也都知道了 在地下城兴建不久 就遭到了各方势力的抵制 只有龙国的地下城项目完工了 其他国家的地下城项目 有些因为各种原因停工了 有些直接被彻底封存 成为了失败的烂尾工程 那个时候 我们提醒了 做了努力 可是却没有成功 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话 也没有人再愿意相信地下城 终于 当最后的外星人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点庇护措施 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惨剧 我很抱歉 但是 我无能为力 龙国的地下城 如果不是上面有人力排重力 力挽狂澜 恐怕 龙国的地下城也不会有任何的经理 有记者再次不甘心地问 可是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民众 为什么不让民众自己做选择 陈阳再次毫不留情地说 告诉民众 引起更大的恐慌 然后引起更大的反弹 连你们的精英科学家 精英政治家都不相信的事情 你们还指望普通民众能够相信吗 在场中人听到陈阳的话 全都沉默 他们不得不承认 陈阳说的是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还是相对保守的局域 如果真的扩大宣传 无论民众相信或者不相信 结果恐怕都不会比现在更好 陈阳毫不掩饰地说 我知道你们背头 我也很背头 但是 不得不告诉你们 以你们现有的人口和管理者规模 已经不适宜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管理公民 必须做出改变 否则 再有下次 我及时告诉你 前面有巨大的坑 可你们还是没办法阻弃 因为 你们根本不具备规避的能力和破裂 听到这话 那些西方记者全都沉默了 这些话之前他们也过多不少提到的 可是 现在从陈阳的口中再次听说 一个个忍不住点头认定 是的 他们选出来的管理者 从来不敢挑战不同大众 哪怕他们知道不同大众的决策是错误 他们也绝对不会去指出来 因为他们想要寻调 想要一切 那些记者一个个若有所思 表情复杂 终于有人对着陈阳 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陈教授 我们现在的人口 已经降低到极限了 种群反野都成问题 需要迁徙 迁徙到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 我想请问陈教授 如果我们申请加入龙国 贵方是否同意 的关系 切断